受到公司力捧的大马乐坛新人 Adrian 陈凯旋 随着今年5月发新了第一张EP 时光点播后的成绩令人鼓舞 公司再次乘胜追击 为Adrian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新EP 熬夜 改编陈颖剑的熬夜 不怕歌迷来做比较 其实这次唱熬夜 一开始的时候会担心 因为毕竟它是一首翻唱的歌曲 试着去寻找一些属于我的 就是我自己的风格的熬夜 所以这次我跟影剑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不要拿来比较 因为虽然它是同一首歌 但是它的风格和曲风和感觉都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享受 我Adrian 陈凯旋 唱的版本的熬夜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同文师姐王明丽 林盛明老师和一般好友 都前来为她加油打气 他们的鼓励让Adrian再次上演了 感触落下男儿泪的一幕 连Adrian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然后再度一时间然后十个小时 我觉得我看到她 我又开心然后又心疼 做两年才会做四弟 她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哇哦 我爬上光光的一队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才短短两年的时间 她其实就从一个像老师说的 她成长真的是很快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上海了啦 没关系 那些东西做的那一年是很辛苦的 然后也是因为 OK 给她一点时间 掌声 给她一点时间好 随着知名度提升 Adrian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 第二张EP才发片 公司已经计划 将会在明年为她再发片 一年发三张专辑 Adrian风头可说是盖过师姐王名利 除了拍戏唱歌 Adrian表示将会推出写真大修身材 歌迷可以有眼赋啦 明年公司跟我都有一个计划要发写真 那尺度方面 当然我希望说可以把最好的一生呈现给大家 感觉看起来是没有什么muscle 可是当一秀的时候 哇哦 那种感觉 所以尺度方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的行跟赫君祥是不一样的 他是比较行男 我是比较花美男之类的 所以我可能会偏向韩国风多一点 拍素影娱乐追Live